很誇張 浴缸塘水龍頭一轉就鬆脫 水柱像噴泉一樣 哗啦哗啦不斷往上衝 超級誇張 還叫精品 房客傻眼 汽車旅館整個房間 從浴缸到浴室不停漏水 水完全排不掉 浴室磁磚濕濕濕一片 上面還飄著泡泡 差點變成游泳池 甚至連牆壁都出現小水柱 這個如果走過去踩到滑倒 不知道誰要負責 台中有名位小姐 二二八連假入住太平這間汽車旅館 要放水泡澡時 卻發現房間浴室大漏水 她立刻打電話跟櫃台反映 對方卻只表示 有一點點水不嚴重 稍微漏水是很正常的 要換房間得加價 魏小姐爆氣之一 業者明知漏水還敢賣 櫃台消極的態度 讓魏小姐很不滿 她事後更發現遭在兩個月前 就有其他房客遇到同樣狀況 我們接受採訪喔 如檢查不合格 且有危害旅客安全之餘 在未完全改善前 儲新台幣9萬元划款 漏水問題不是一天兩天 其旅業者沒好好處理 還繼續賣 住房想放鬆休息 房間勸淹水便噴泉 任誰都無法接受 這兩邊在警察台中採訪報導 我是戴立剛 也是氣象專家 18年的氣象主播位置 告訴你最準確的天氣訊息 當然更重要的天氣內容 就要鎖定我們中式氣象台 更多的新聞信息內容 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